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阳木华 随着美国电子盘 起卧盘的小纳指翻黑 一路往下掉 现在目前台子旗的夜盘 也破了今天的新低 目前来到17608.4 现在在测试17600点的整数大关 跌了83点之多了 跌幅已经达到0.46%了 完全就是跟美国的纳斯阿克指数 是同一个卖动 因为纳指线已经翻黑下跌了 快0.5%的幅度了 跌了47点 从今天下午3点多的时候 高点15809点 跌到刚刚的低点15625点 所以已经一下子跌掉了200点之多了 200点的话是超过1%的幅度 所以等于下午3点到目前 有一个1%的上下坡幅 蛮大的坡幅显示 美股的波动度仍然是居高不下的 这也是值得注意 现在目前期货夜盘是蛮疲弱的 另外在 大家现在退休意识都抬头 我相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想到退休 很多人可能都感觉压力蛮大 所以说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一个 专为大家设计的好好退休准备平台 这个平台上提供适合退休准备的基金 还有保障型的保险产品 所以不是只有基金还有保险 而且纳入了退休教育 还有社会公益 让我们所有人可以在退休准备上 找到适合自己的需求的准备方式 还有就是投资的标的 那详细的资讯可以上网搜寻 关键字叫做好好退休 提醒您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应该详阅公开说明书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两段有同样直播 您上YT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我们今天礼拜一 我们请到的是投家日报 孙金总监在我们节目现场 清隆你好 母王哥好 各位听众还有网路上的网友大家好 好 那今天我们要来谈用财报领先指标 发掘潜力豪股 对 那财报的指标很多 哪一些是属于领先指标呢 领先指标 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 财务报表其实它有四大报表 有包含了损益表 然后资产负债表 然后财务比率表 跟现金流量表 那大多数的财报的这些科目啊 就是像第三季的财报公布完之后 其实大家都会很在意 一家公司它的EPS的获利表现嘛 也会很在意它的毛利率的表现 税后净利率的表现 甚至股东权益报酬率 ROE的表现 那这些的这些数字啊 其实除非你要做企业评价的部分 它可能会稍微用到 但是对于投资来讲啊 其实常常其实我所观察的大概90%左右的会计科目 或是我们看到的财报科目都是属于落后指标 那为什么称之为落后指标呢 其实指的就是这是财报编撰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嘛 就是像我们11月14号所公布的第三季的财报 它公布的也是一家公司七八九月的营运的状态 那一家公司七八九月营运的状态在11月14号公布 那它公布的其实也是公司过去营运的一些表现的内容嘛 那但是大家知道其实投资是它投资未了嘛 那股价其实就过去的经验法则来讲 它大概也会领先大概基本面三到六个月之久 所以除非一家公司它所公布的财报 大乎市场的意料之外 就是这个这个是才有可能对投在股价的这个 应该说走势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那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的财报啦 其实像我自己在关注财报的时候 其实我过去其实我是不太看什么一家公司的EPS毛利率 这些这些的数字只是作为我先前的判断的验证而已 它只是验证的一个高低而已 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反而就是聚焦在一个财报的一些领先指标 这所谓的领先指标是指说 它可以协助你或协助投资人去判断这家公司 未来三到六个月的营收的一些可能的变化 或者是未来一年它营收可能的变化 这个才有具有所谓的领先指标的意义嘛 那在财务报表中其实有蛮多的科目 其实它具有这种领先的意义 就是公司它还没有公布营收 还没有公布获利还没有公布这些成绩的时候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会是落在什么地方 那其实不止上述的公司有啦 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台湾的经济也有啊 像台湾经济有七大的领先指标 那这七大领先指标包含了像货币供给啊 包含了股价指数啊包含了加班公司 就像如果我们的加班公司不断的上升 通常都代表台湾当员工都在加班的时候 通常都代表整个景气是相对较好的 这个也都是一个经济的一个领先指标 所以常常就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去判断一家公司 它到底业绩有没有好 过去啦过去很多研究员都喜欢待在那家公司的门口 然后去数它的灯到底有没有亮亮的极盏 然后然后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加班的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一般公司都晚上不关灯 但是但是因为台湾的 但是台湾的半导体加班已经 披心待月的加班已经成为常态了 很多工程师说哇12点才能下班 早上七八点要来上班 所以这个其实就已经很多台湾的电子业 那个加班已经成为 披心待月的这种生活已经是常态了 所以所以除非啦一家公司 它是真的原本是不加班 然后突然加班 这个其实就很好的领先指标 所以通常如果像我在跟我朋友聚会的时候 只要如果知道他是在上司会公司上班嘛 就问就问他 所以你们最近公司有没有在加班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领先指标 因为这个当员工都在加班的时候 大家去理解就是老板他们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 在充斥业绩的规划的时候 假设有一笔很大的订单要进来的时候 他最早做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希望员工先用新鲜的肝来帮老板卖命 因为这是成本最低嘛 现在想办法让员工加班 因为呃这个员工的薪水就是这样子嘛 然后当员工加班已经已经爆肝了 受不了了 已经完全都撑不住老板的这个对业绩的这个充斥的要求之后 老板可能才会免会起来 好啦那我们来开始征批人员 那好啦我们来开始去增加一些人员的状态 所以其实呃加班公司这件事情 其实是在我们看总体经济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先指标 这是总体经济是如此哦 个别公司也是如此 那但是在财务办法中是没有所谓的加班公司可以去判断 但是总体经济是有加班公司可以判断的 这个每个月其实我们的经济 我们主技术都会公布相关的数字嘛 那还有另外一个其实是 我觉得也要跟我今天讲的也蛮蛮有关系的 但是它是先用在整个总体经济上 其实就是外销订单 其实台湾的七大领先指标中还有一个是外销订单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先指标 那为什么外销订单是领先指标 是因为订单还不会反映营收 也还不会反映获利 我要一直跟大家讲 财报大家所关注的营收跟获利都是过去式 过去式其实你要用来判断投资的未来 其实除非是大出市场意料之外 不然它的参考意义会大幅的下降 除非你所看到这些数据 它能够去协助你去判断 未来的营收跟营运的状态的时候 这个其实就会是很重要的领先指标 那谈到这个的领先指标 我刚才有提到说 其实像我们七月份的 我们十月份的外销订单 其实我们看到目前台湾整体的外销订单 数字是蛮漂亮的 像十月份的外销订单的年增率 还有14.6% 然后也是连续20个月都是正成长 那我们只去观察一些 外销订单年增率比较高的 包含了像这个化学品成长的 跟去年同期相比成长的48% 基本金属跟去年同期 相比成长的39% 然后橡胶成长的28% 然后机械成长的21% 然后电子产品成长的13% 所以其实我们从目前所看到的 整体的这个外销订单 都还在呈现一个持续走升 而且这个产业是百花齐放 它没有偏重于某一个产业 它并不是只有偏重于资通讯产业 它还甚至扩展到传统产业 其实基本上我们就 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从台湾的这个 总体的领先指标的外销订单来看的话 这波的台股应该会走得还蛮扎实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去过度的担忧 可能接下来会有什么 大幅回挡修正的风险 就我目前所观察到的现象 其实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跟压力 那短线上唯一要担心的是 我们过去长期会观察一个CNN的 他们旗下 贪婪 贪婪 恐惧贪婪指数 现在应该很贪婪吧 不对 现在在极度恐惧 现在极度恐惧 最近这个 因为最近回挡 最近回挡 对 这个稍微要了解它背后的 因为恐惧贪婪指数 它有七大衡量的指标 然后上一次 我记得好像在六七月的时候 掉到极度恐惧的时候 是因为大家的避险需求 富含大幅上升 它的七大指标中有个叫避风港投资 避风港的市场的氛围 就是那为什么资金会转往到避风港 那一定是法人或者市场的资金认为 可能接下来有台风 所以自然就把资金转往到避风港 那最近我们看到这些十年期 美国的一些公债殖利率的变化 还有一些可能跟联准 他们接下来的动作会有关系 十年期国债殖利率最近跌了很多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 短线上我们看到有一点点风险 但是反回馈到台股的话 我觉得台股目前的结构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真的是完全就是那个 感觉已经好像有神功物体的感觉 再大的利空我们都很难跌下去了 然后我们整个类股的轮动 也非常的漂亮 就是不管是强势股 先前的热门股 或者是落后补涨的股票 然后跌升的股票 其实资金的轮动 其实在最近的盘面中 是表现的还蛮健康的 所以虽然量稍微有点美中不足 但是我觉得不影响整个台股 整个持续走多头的一个格局 上周美国十年级国在殖率 全周居然是跌了12个基点 跌到1.33 创下9月23号以来的新低 另外30年级国在殖率 跌了13个基点 跌到1.66 30年级才1.66 是今年1月3号以来的新低 可见资金明显跑到在市去避险去了 这个资金跑到在市之后 会不会回到股市 我们领先指标有什么 我们等一下休息下来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继续请教投家日报 声音箱总监 那财报的领先指标有什么 你刚刚一直都在讲 那个经济的领先指标 他没有切入正题 因为我们时间有半小时 所以你要混了就对了 先混一段 没有混 先交代大盘的看法 每周期大家心情就会忐忑不安 对 最近股市的波动 财报的领先指标是什么 那四大报表中 每一个报表 每一个报表中都有领先指标 那我今天分享的是在资产负债表中 其实有一个领先指标 那这个领先指标叫做合约负债 合约负债 那一般人听到负债 总觉得好像负债越多 对一家公司来讲 它的财务的风险越大 但是财务报表中有一个负债是越多 公司未来的业绩会越多 因为它代表是一家公司 未来订单的一个延续 我们刚才不是有提到说 台湾总体经济的一个领先指标 叫做外销订单吗 那其实在财务报表中 个别的财务报表中 是没有所谓的订单这件事情 但是这几年的一些 会计准则的一些调整 其实它有一些公司 他们已经可以让我们知道 订单会放在哪边了 那他就放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合约负债 那合约负债是什么 合约负债其实指的就是 依照合约嘛 然后公司要偿还的负债 那合约就是跟客户之间签订的合约 所以它具有所谓的 你一定得履行的义务 你不能违约嘛 那他既然叫负债的话 就表示你公司必须得去偿还的 但是他的这个负债 又跟一般的负债不一样 一般我们跟银行借钱 欠的负债要还要还什么 跟银行借钱你要还钱嘛 这个这也是一种负债的方式 但是合约负债 他偿还的方式不是还钱 他是提供一个对等的一个商品 或者是对等的服务 所以他的这个负债偿还的方式不是还钱 所以变成我们可以把它视为 是一个在手地段的延续 举例来说好了 比如说以前我们常出国的时候 你到旅行社 旅行社去那个要订购 可能要去日本玩 想去北海道玩 想去欧洲玩啊 旅行社会不会要求你先付一笔定金 会吗 一般高额团会 对啊 一般小额团也会 小额团会吗 还是会啦 很久没有出团了 不知道 对啊好久了 大概小额团也是几千块吧 没有几千块 是要团费里面的百分之多少 所以对旅行社收了客户这笔定金 其实他这对旅行社来讲 他就是他的合约负债 OK 对就合约负债 先收的 先收一笔钱 应收账款先进来的 这不是应收账款 这是合约负债 因为他未来要偿还的方式 其实他并不是还钱嘛 我旅行社不是要退钱给你啊 我就是提供对等的商品 或是对等的服务 带你出团就带你出团 除非在少数的意外中 合约负债暴增 其实对公司来讲 会有很大的影响 就像那个 像前年的时候 国内有家旅行社 叫熊市旅行社 他合约负债暴增哦 那时候原本以为业绩很好 结果发生了疫情 结果这合约负债 全部都得退钱回去 这样子 那对于公司来讲 才会有一些影响 不然在正常的情况之下 其实合约负债越多 就代表了这家公司 他未来的业绩会越多 那比如说像旅行社 那很多的半导体公司 半导体的设备公司也会 他们的客户 他们客户为了想要去 拿到他们的半导体的设备 所以他们会先预付一笔款项 有点类似定级 因为半导体的设备都很贵 然后有些时候是要booking的 你要怎么去让人家保留 这个卖给你这个商品的权利 他们都会预售一笔款项 那像有 所以半导体很多的设备公司 也会有合约负债 那另外还有像一些 营建公司也会有合约负债 就是我们很多去买预售屋的时候 那 营建公司也会要求你先付一笔 可能房价的10% 当作你的那个前期的这个订金嘛 算是订金嘛 这些部分对于营建公司来讲 他已经是把钱收进来了 所以但是这笔钱他不能任列营收 因为他还没有 所谓的营收一定要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你要把东西交给人家 人家给你钱 这个才有办法任列营收 那这个营收的方式可能是现金 也有可能是资票 那支票就会变成营收账款嘛 那所以其实对于公司来讲 因为他还没有提供对等的服务 还没提供对等的商品 所以他收了这笔钱 他不能把它任列在营收 他必须得任列在负债上 负债上 那合约负债里面又有分为 短期跟长期的 那短期指的就是非流动 流动负债指的是 一年到期的合约负债 那还有所谓的 一年以上到期的合约负债 像最近很多的细晶元公司 他们跟他们的客户 都是签长约 所以像我们在看中美金 他除了有那种 一年到期的合约负债 他大多数合约负债 都放在一年以上 就是那种签长约 那这个签约的过程中 客户只是先booking 所以他还没有 有点定型 对 所以其实他还没有 还没有提供对等的商品 所以他还不能任列在营收上 所以我们在观察一家公司 如果他的合约负债 其实在大幅的上升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就可以判断 正常来讲 合约负债的上升 应该可以去支应 他未来大概三到六个月 的一个营收成长的 一个动力来源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那最近合约负债 你觉得比较正面的 大幅上升的 有哪一些公司 53分好像可以开始讲了 中美金吗 中美金 有啊 中美金其实 中美金 中美金有 中美金也是合约负债 大幅上升的公司 就代表说他 定金收的不少就对了 对对 定金收的不少的部分 然后其实 合约负债最近上升的公司 其实还蛮多的啦 那等一下 我刚才资料 中美金 还有营建公司 应该也不少 有不少 那我要找的是 这个合约负债 最近有出现 大幅上升的一些公司 或者说他持续明显的 都在增加的 对 持续明显增加的 等一下 我的资料跑掉了 OK OK 不好意思 有几家公司啦 其实我这边可以 刚才提到中美金嘛 中美金 今年第三季的合约负债 是235亿 去年第三季是188亿 所以他年增的25% 那其实 以他近世纪的EPS 在12.2来看的话 其实目前的本益比 其实也都在 16 7倍左右 那另外还有几家公司 是我觉得还不错 像有一家 大部分都集中在 半导体的设备 像比如说有一个是 半导体设备的汉科 340年的汉科 他今年第三季的 合约负债是3.4亿 那去年的第三季 是1.2亿 所以他成长了183% 所以他近世纪的EPS 大概脚出大概4块钱 然后以他目前的股价来看 他本益比 大概也在12倍左右 那另外还有像 星云 这个也是跟半导体 设备有关的 他今年第三季的 合约负债是28.8亿 然后去年的 合约负债是4.6亿 所以今年 比去年同期成长了 526% 所以这个是 他合约负债 在今年的第三季 是出现蛮大的一个增长 那他近世纪的EPS 大概是5块钱 那如果 以他目前的股价 大概在80元上下的话 大概本益比 大概在15到16倍之间 那另外 也是一家设备公司 是冬结他今年的第三季的 合约负债大概是17.2亿 然后去年的第三季的 合约负债是10.2亿 所以今年比去年同期 成长了68% 那如果以他近世纪的EPS 1.97元来看 他目前的股价 大概在20 2023块之间 所以本益比 大概落在11倍左右 然后最后一家 第五家其实就是跟 这几年重新放在 风力发电的 这个四季钢 四季钢 然后他今年的第三季的 合约负债是13.8亿 然后去年的第三季 是3.4亿 所以今年较去年同期 相比是成长了三倍以上 然后以他近世纪的EPS 大概6.12来讲的话 目前的本益比 大概在18到19倍之间 所以其实 我们在最近 因为第三季的财宝 已经公布完了 所以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去整理一些 合约负债大增的标的 那刚才分享的 其实就包含了 细晶圆的中美金 然后跟设备有关的 像汉科 星云跟冬结 然后还有一个 跟风力发电有关的四季钢 那这几档 大概都是 合约负债 今年第三季 叫去年大增 然后目前本益比 又在相对合理的 一些标的 好 那以上这个提供 听没有参考 不过你刚刚讲 星云是8047的星云吗 对不对 星云 大概股价80块 对 好 股价80块 对 那不是8047的星云 还是半导 星云 我知道那个星 是辛辣的星 对对对 好 谢谢非常 谢谢孙几宏 谢谢 closely 锭西云 任星 MY 超级 炼 数字 preced